人的身心一直不畏意地被不同的事物佔據住 我們沒有辦法擺脫它們 只可以接受和學習與它們共存 口罩依附著口鼻 阻隔呼吸 但隨著時間的過去 大家都不再察覺到它的存在 和焦慮共存它並不是一個病 而是與情緒玩遊戲 而將焦慮變成一個動力 飛蚊是一種自然現象 不是一種病症 而巢就是我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飛蚊 一條半透明的蟲寄生於我們的生命 有人會選擇主動對焦 有人會被動地等它浮現 有人會永遠看不見 也有人視而不見 但它一直存在 它就是非蚊靜 一條半透明的蟲寧 你會再次出發 也會有兩種類的迷迷 會不會生氣 一條半透明的蟲寧 也會被動地